下面我们进行第一章 最后一节 第六节 人力资本理论 在这节目里面 我们主要介绍四部分内容 人力资本的含义与内容 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代表性人物 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培训与人力资本 所以我们在企业里面开展人力资源开发 企业里面开展学习工程 它本质是一个是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资产 是人工它的一种人力的一个投资 这种投资它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回报 如果没有回报的话 那企业它就不会去建设培训中心 不会去开展人工学习 这种回报往往体现在企业绩效的提升等方面 好 首先我们看一看人力资本的含义 人力资本是一种非物质资本 它是体验在劳动者身上的 并且未能带来容久收入的能力 在一定时期里主要表现现位 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 劳动熟练程度和健康脏狂 那么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这个强调几个观点 那第一个观点就是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 而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第二个观点是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 它大入物质资本的作用 我们通常说的物质资本 比如说土地 比如说生产资料 钱这都是物质资本 而我们说人力资本 它比物质资本更重要 那第三个观点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那不应该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 仅仅视为一种消费 应该视为一种投资 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 带来的残出 明显高技术程度低的人力 那么人力资本的投资 它应该是由时长的工作关系 来进行调节的 更是时长的工作关系 来调节教育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那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是什么意义 它指投资者通过地 人进行一定的资本的投入 增加或者提高人的智能和体能 那么这种能力的提高 最终反映在 劳动产出增加的一种投资行为 所以人力资本投资 它包含了几项内容 第一 过级正规教育 比如说小学中学大学 还有职业专项 它都收入人力资本投资 这种是由政府 社会 来进行投资的 第二个是在职培训活动 这个往往是 用企业来进行投资的 健康水平的提高 这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比如说我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 所以企业一些单位 对员工进行健康的辅助计划 这都是一种有意义 有价值的活动 对企业来说是有价值的 对孩子的培养 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刑造工作的活动 那刑造工作的活动 虽然它本身它不是一种 不值得体验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但是 它建立的是这种行为 因为它使得人力资本增值 刑造工作 这个工作可能是更好的工作 它使我的人力资本能够增值 还有劳动力添移 从这个岗位到另外一个岗位 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它也是属于我的人力资本增值 它也是一种间谍性的人力资本投资 那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代表性人物 最有名的就是福尔茨 福尔茨把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和人力资本连接在一起 它的代表作是论人力资本投资 它的主要观点有 那人力资本 承担为过人的生产 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价值的综合 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 可以通过劳动者的数量质量 以及劳动时间来体验 含量 人力资本是投资形成的 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战争的主要软件 人力资本投资是效益最佳的投资 这个主要这个话题 这个福尔茨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他最后得出几能人力资本投资 是效益最佳的投资 所以很多做企业培训部门可能非常纠结 这个纠结什么呢 可能这个会公司总裁会问他 我对你企业培训部门投资了这么多钱 每年投入了几天万 你的回报投资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 这个终结的问题 这个舒尔茨已经给出了答案 他经过长期的这种实证研究 已经得出了这种答案 就是人力资本投资是效益最佳的投资 也就是说 在企业 在企业培训 企业大学的投资 是最佳的投资 会对企业带来的回报 是最大的 第二个代表性的融入是比克尔 比克尔呢 他把新古典的分析方法 应用到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发展了一套理论分析框架 他的代表作是人力资本家庭经济分析 在他这个比克尔的主要成果体验在 低于收益的重新考虑 既要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 既要考虑到将来的收益 也要考虑到现在的收益 那么在职赔训是人力资本的主要内容 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公式 等等 还有丹尼森也是代表性融入 他通过精细的分解计算 认证出1929年到1982年 53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23%的份额 要单独归因美国教育的发展 也是经济的比重有23%是由教育带来的 是由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 这个主要非常大的重要意义 图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第四个代表性人物就是明塞尔 明塞尔他代表作是 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收入分辟这本书 他首次将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收入之间 建立了一个模型 也都是人力资本收益率的这种模型 他把个人收入差别归因 接受正位教育在职培训和工作中经验激励 形成了人力资本差别 并且把收教育年限作为含量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标准 所以在他的研究中这个数教育 这个教育包括正位教育包括这个培训 是最终导致个体的收入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也说明了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进行学习 学习最终能导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收入差异不一样 当然他还有其他的贡献 比如说把人力资本理论用入研究父母的劳动力攻击 还有把人力资本理论用入研究工资和工作转换之间的关系 在这儿不足以议介绍 下面我们看一下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这是贝克尔提出来的 那么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一样 与个人未来收入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 在假设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个儿都追求效应最大化的基础上 贝克尔他提出来的 人的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 人力资本投资的专康条件 也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天价值 等未来收益的当天价值 这种话可能有点费解 什么是边际成本 什么是边际收益 首先解释一下边际收益的概念 假设你吃第一个苹果 对你的效用会很高 那吃第二个苹果的时候 你的效用可能就不是没有第一个苹果那么高 当你吃第三个的时候 你的对你的满足感 你的效用就更低 到吃第五个的时候 也许你的效用就是未定 你都可吃可不吃了 到第六个的时候 你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 再吃下来可能是一种负效应 可能就吃撑了 这是一种边际的 这是一种边际的收益 生产一个产品 每增加一个产品 多生产一个产品的时候 它的成本的数量 比如说原来我生产了一万个产品 一万个电视机 那在生产一万零一个电视机的时候 我的成本会是多少 在生产一万零二个电视机的时候 我的成本会是多少 按照这些经济学理论 这个边际成本 会是低增的 当你生产一万零二个电视机的边际成本 会打扰生产一万零一个电视机的边际成本 所以收益的边际成本低减 这个编辑收益 收益的编辑 编辑收益会低减 而编辑成本会低增 所以人力资本投资的编辑成本 当天价值是未来收益的当天价值 等于未来收益当天价值 那什么是当天价值呢 也就是说日期的价值 是第一个概念 那日期 比如说我在五年之后的一百块钱 和现在的一百块钱是一样的 不会 五年后的一百块钱 我认为它 当天下的多少钱呢 也就是70块钱 也就是50块钱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 应该是一百块钱 持一加R的五次方 这个R就是利率 这都是当天的价值 好 这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准刊条件 Bickle T-Trade 所以这个Bickle T-Trade 人力资本投资的模型 有这个切线的概念 所谓切线就是当天价值 当天的这个价值 切线 限制 在这个公司里面 PV就是代表 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的限值 和ET就是在几年之内的 这种投资的收益 而为利率 那这是一个 那当然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 它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显性成本 比如说我这个田我掏出去了 我这个我去学习 我掏这个学费 这是显性成本 但是还有隐性成本 也都叫影子成本 影子成本我要花我很多时间 这个时间虽然没有直接体现在货币上面 但是我我利用这个时间 如果我不出学习 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干很多别的事情 这是一种机会成本 这个机会成本也是一种影子成本 当然这个影子成本还有多个方面 所以这个成本要包含两方面 所以贝克尔提出来之后 提出来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 逆不收益的这种计算公司 所以在职培训 这是贝克尔提出来的在职培训的成本而收益 在职培训的它之后 对边际产品出现的影响 影响在什么方面呢 在没有培训和培训之后 它的编辑成本编辑产品出现 向外移 为什么向外移呢 因为它的劳动的能力 技能提升了 所以导致它的编辑劳动产品 数量增加了 所以在职培训的收益是 最终收益是企业员工的劳动生能力得以提高 在这儿呢有两个概念 什么是普通培训 什么是特殊培训 这个普通培训就是 这个培训所获得的技能 所有的雇主都有用 比如说我们的热读技能 我们的文件处理的技能 我们的打字的这种技能 就是这种普通的培训呢 这一般来说 这个企业是不让 为员工提供这些 这些培训 这些培训 一种基本能力的培训 往往是有一些 这个学校来进行完成 如果企业提供普通培训 那员工一般来说 需要在接触培训期间 他获得一个低于 更低的一个工资 那什么是特殊培训 那培训所获得的技能 它只对提供 培训的企业有用 就是你这个能力 只有在我企业才能发挥 你在别的方面发挥不了 这就是这种特殊培训 或者说 这个培训的 提供培训的企业散散力 比其他企业要高得多 你在我这个 你获得这个能力之后 在我企业的这种散散力 很高 而他其他企业的 这个生产力 比较低 那最终 你还是必须选择在 我这个企业工作 就是说这个 所谓特殊培训 就是有特定的这种 我这个培训是服务特定的对象 而这个特定的对象 往往是提供培训的 单位 所以 这个在这个特殊培训下 这个员工的持之力 要低于普通 培训条件下的员工的持之力 因为速顺员工 承担了一部分的 培训成本 而且企业也不让 解聘员工 因为员工的 理智 将会给企业带来审视 这个 涉及到在职培训 在职培训 涉及到成本和收益 在普通培训下面 这些个人 既负担成本 又在以后获得收益 当然 这个有一些 普通培训是由学校提供的 那就是由政府和社会 来提供负担这个成本 个人也会负担一些成本 那么特殊培训下面 成本和收益 由提供顺链的企业 和获得顺链的工人 来进行分享 在两种情况下 人们低于顺链的支付 都是通过 在培训期间 接受一个 比时长 尊肯工资为低的工资 来进行的 这种成本 就是接受培训的机会成本